那天我們一起去服侍 我們第一次都覺得特別一點 不知道她做了什麼 不是學習 經歷 其實一起服侍的時候 有個女士 我們一開始比我們好 都不知道她是什麼人 不會知道的 我們要求神 求神幫助我們 直到神的工作 釋放裡面 女士不斷地 說她自己的認罪悔改 我們一禮拜日 就說自己的認罪悔改 不開心的事情 我去祈禱 所以我在她的女士裡面 我看到一個祈禱是很大的力量出來 令到她自己 不僅是跟神的 就是投訴 甚至上神去幫助她 呼求 她自己都得釋放 那一刻她釋放到自己 是忍不住的 很大的釋放 是不斷地哭 其實她和家人不是那麼開心 周圍都覺得她不是那麼好 令到她一直累積下來 是釋放不到 那天經了我服侍 討過之後 她大大釋放 然後我說你先坐下 我們太前面了 你先坐下 她也不坐 我說不行 然後更重要 她不斷地說 保住這樣 在那裡喊耶穌 我覺得 神愛你 神愛你 就是我服侍 然後她又覺得 嗯 然後她為了我 討過 其實我們覺得 我們去 去服侍 是不是去祝福人 我覺得不是 是真是人去祝福我們自己 有時我們生命裏面 很多事情未解決 我們不知 同神講 可能都釋放不到 祈禱祈禱 是沒有認的 其實是隔著那個 釋放不到 是的 感謝主 就是在那裡 她是真是被我 很大的 就是感動 令到我在神裏面 都是不斷地覺得 我應該走出一個 去傳福音 就是都令到鼓勵自己 是的 感謝主 我們也有規矩